租客 三萬兩處來發車 我現在在討論出現場 他就叫我租租 一名男子貴在神明前 語氣超憤慨說自己被迫來發誓 我如果有偷拿他們店員的 瓜瓜樂 幾千萬 我如果這個機動有偷拿錢 在租家中 一切XXX 就出租租租租 居然是被懷疑偷拿 瓜瓜樂不找警察 去來廟裡發毒誓 虎主PO出監視器 發現自家彩券行的廚藏室 有人入侵 把三大袋瓜瓜樂全都帶走 疑似函是同一人又來翻抽屜 抽走整碟現金 熟門熟路 開燈 開鐵門 揚長而去 指控這人就是房東 半夜來偷瓜瓜樂 彩券行控訴房東在租約期間 陸續偷走上千萬 法院卻說影片無法顯示 袋子的內容及金錢 房東反告我們 甚至請黑道來威脅 動手打我們 才會氣得對職 還約廟發毒誓 網友傻眼 台灣沒天理了嗎 重點出現在那個位置 就是不合理啊 發毒誓要針對自己 別拖全家人下水 懷疑房東偷瓜瓜樂 雙方鬧上法院 還發毒誓 自證清白 離奇案情 各說各話 記者在關章 蔡雙琦 郭宜貞 台南報導